2023年的NEW CENTRAL 然後它是黑曜特試版 好 那我再考慮一下 結果這台一上 我哥不是超越算 沒關係 這個沒關係 他昨天還問我說 你客人穩嗎 會不會退車 我明天都要送上去 都過戶完了 他說真的沒機會了嗎 因為這個找不到啊 發現得到巨匠汽車 看到這首席的戰袍 就知道就位的外送系列來了 沒有 他們不知道 因為太久沒更新了 對 他們甚至還忘了有外送這個系列 對 欸 這什麼東西 新的嗎 好新奇啊 今天送的是一台2023年的NEW CENTRAL 然後它是黑曜特試版 非常非常的新 那現在里程還不到2000公里 這個黑曜特試版 當初他們是有限量300台 對 欸 應該說前車主啊 他可能開不習慣 很迅速就換車了 然後我們的新車主 一直以來都是我們YouTube的粉絲 所以他也是透過電話 跟我了解這台車之後 我們就是空中車換車 他也沒有看這台車嗎 沒有 我們也沒有看他的車 我們講的就是一個信任啊 所以我們待會過去也要看他的車 欸 必須的 哈哈哈哈 他是2020年的VENUE GLC 就是最頂規的版本 可是里程目前只有一萬出頭而已 當然前裝我們有先做一些資料確認 我們覺得是可行的 OK 結果我覺得還蠻好笑 一開始他是看那個2022年那台灰色的 你說我們另外一台先吵嗎 一台在談那個車換車的價格 然後看可不可以再少一點 我說啊真的不行了啦 然後說好那我再考慮一下 嗯 結果這台一上 我哥不是超越算 沒關係 這個沒關係 所以說啊 不是價格問題啊 是喜不喜歡啊 然後黑化特色版他就是有外觀的空力套件 然後照地燈 我覺得有點像那個 BMW 欸 我不說我不說 懂得就懂 之前那台灰色的 我們不是說他那個出風口 然後他這個黑曜特色版我發現他做得更像 更像 要致敬我們就要致敬到一個側底這樣 真的是很像耶 還不錯啊 而且他內裝質感他還有使用藍色的一個元素 對 因為你看像大登他的外那個外圍也是用藍色的 然後黑化特色版還有JBL的影響 欸 講實在那個藍色 你們那台車剛牽回來場內 嗯 不過說欸 Centra是出油店了嗎 喔 有點像 有了第三個原車 然後他在原廠有在加旋 就是那個NVH 隔音工程就是他有加強隔音 那因為像 場內那台22年的沒有 舊的那一台我們有測過 因為我們也想知道 然後做完的差別到底在哪裡 對 那如果說你現在聽收音有點風聲啊 或怎麼樣 不要懷疑是因為今天颱風 哈哈 啊 給大家看一下啊 今天再下雨 我們在國一 正在往北上中 講到颱風我來 巨江三年多四年 沒有遇過一次颱風 一次遇到颱風 對啊 他們問我說 欸 阿那高怎麼辦 我不知道 我沒有遇過 呵呵 欸 其實內裝 如果說有看上一次我們 22年那一台的影片 其實內裝的東西沒有查到很多 如果有的話 可能就是這個車縫 跟這個區塊 你說這邊變工程烤漆 就是這個地方 有一點差異 OK 風切身跟地盤 真的有一點點差異啦 講這種主觀的都不準 等一下直接分貝機拿出來測一下 我們其實已經帶來了 上次那台我測的那個數據 四驅大概是62上下 嗯 過坑洞在69 高速的話是開100 然後是70上下 然後過伸縮縫是76 好 那我們現在高速 但今天有下雨啦 你們參考一下 我們一樣開100 也差不多70耶 那你呢 因為你比較主觀有做過兩台 講實在的 差不多 就差不多 那個 MVH 隔音工程 我很好奇是坐在什麼地方 因為 我們後來有上網查 要看你怎麼做 做到什麼地方 我記得他那個單上面是寫那個 買車的時候可以選嘛 嗯 對啊 然後他然後彈什麼優惠 就說啊這個送你這樣 做到什麼程度我們也不知道 但目前我們這樣 這樣感覺下來 我是覺得沒什麼差啦 可是為什麼上次開那一段 上次你覺得比較吵 比較吵 不知道就是因為周邊 因為像今天 颱風其實路上車沒有很多 哦 我發現還有一個點 就是行駛的路段你有差 高速公路的 鋪裝的路面 有些比較舊 有些比較新 那因為他這台是有車道 偏離警示的 所以當你壓進線的時候 就抖動超明顯 而且很快哦 它會拉你嗎 不會 這台車它里程這麼少 然後 我們其實也會看啦 因為近期有收到蠻多台 里程級低或者是當年度 你們在買你們會怕 我們在買我們也會怕 所以我們都會去確認 會去查 包括說回廠讓機師做檢修這樣子 那如果你當下看不出來怎麼辦 就覺得我們的客人都蠻有水準的 就是如果說真的有狀況 他們都可以接受 那就看說是在溢價 或者是我們就沒有收購這樣子 哦 那你會擔心嗎 當下台我是不太擔心 因為客人其實還蠻誠懇老實 然後他對我們的那個流程 跟人員都撩落執障 哦 他就說啊 那個幾顆會跟你一起上來 哎對沒有錯 他知道我 他知道 而且他還幫我想標題哦 我只能答應你幫你拍帥一點 可是標題這個 企劃自己有自棄的步調 別想控制他 老婆一直在跟我確認 真的明天要上去嗎 很擔心耶 沒辦法 我們待會幫大家開箱台北的天氣怎麼樣 對 因為這次南部比較嚴重 對 看一下台北怎麼樣 OK Leggo 好 現在是巨匠氣象主播潘伯宇 然後我們現在人在關西 現在幾點 2點55分 有風 然後無雨 還蠻清爽的 我們剛剛開上來 越往北越沒有雨對不對 對 先趕快把車送給客戶 然後我們就趕快回高雄 為了彼此的安全導向 Leggo 好 你要看一下 如果說 這我看過了 這沒有後悔的餘地哦 我開上來了 沒有後悔的餘地 沒有後悔的餘地了哦 因為有台人跟我講說 你確定嗎 你沒有看過車耶 我說 可是他們已經好幾次都這樣子了 應該是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要看這一台 就是黑曜特試版 沒有車了 你看我塞一下你就滿了 哦 放我推車 最主要的是 我回家 然後我幫我開一台很老的artist 輕輕鬆鬆 然後全部給我塞進去 然後加29吋行李箱 我說天啊 因為我那時候 行李箱放一個 加這個就滿了 因為其實轎車 它的後箱空間是開口不夠大 可是它的深度很深 就是你可以很好塞 很好塞 那五門車的好處就是在於說 你開口比較大 你只是可以用碟的 因為我是有裝 行車記錄器 行車記錄器 所以我可以看得到後面 要不然其實根本看不到後面 你知道東西堆起來的時候 對啊 我再來不然我開出門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不停外面 我不想把車停在外面 讓 洪水日在 對 因為這是我第一台買的新車 我就 所以比較愛情了 對 多換幾台之後就不會了 歡迎打電話找我 我跟你講 假如我那台要換的話 我就叫你上來台北一趟 可以 沒問題 沒問題 因為台北 我一定有從小撕開始看嘛 對 結果找到一個最遠的 我就沒看到我喜歡的啊 他為什麼要換 他說他開不習慣 因為像我們 其實我自己已經習慣的是 五門車那種感覺 在挪動的時候我都會覺得 就是多了一段 然後我覺得停車不太好抓 那天你上了請中古車來看的時候 他們就隨便這樣看看 然後就報價了 他有比較高嗎 沒有 就跟你說齁 以前啦 以前當然 這不能說是肉吸 只是我報價一定要先報高 可能三間都是報45 然後我報高一點 我報50萬看車 那你可能會先來找我 可是我 預設要買的價格可能也是40多 那我來現場的時候 這個顏色怎麼樣啊 後續再賣不好賣 可是這個就會讓消費者就是很反感 所以我們現在報價可能就是報說 我們真的會買的價格 如果說你的車子 如同你所說的 那我到現在就是這個價格嘛 除非說 現場有其他狀況這樣子 那時候就是Kix跟這一台在選 然後Kix就 我那時候在開的時候 就沒力沒力的那種感覺 它的後尾燈一直是魯素燈泡 我一直覺得很靠北 因為 你上Honda Toyota它都要選配嘛 對 它這台就是沒有 它就是這個價格 就是固定這個版本這樣給你 對 它東西就是這樣子 那你就給我一個東西都有的 然後你不要在網路上面講 好像 你的車子多便宜 這樣子的 就還是要加東西 但它這個也是 環景跟盲點也是加的 對 因為東西比較少 其實就比較好決定 小孩出生之後 換個細做呢 它一反過來 我就必須要往前 對 這個我能體會 因為它反過來是倒著的 對 然後它會一直推到這樣 睡 那小朋友目前多大 半睡 睡得好嗎 它兩個月 它前面我實在是有點痛苦 它剛從月子中心回來第一天 它那個晚上連續哭了兩個小時 那時候我晚班下班回來 我就會哭到早上六點 然後讓我太趕快去睡覺 那我就顧它 好 這邊我可以點一下新車的資料 過戶的牌費 嗯 然後領牌登記書 地址沒有錯 OK 它會開啟外送之路 我覺得也很感謝它 是那個阿伯嗎 不是 麻豆阿伯 那是我的乾爸 哈哈哈哈 就那一台Vitarra 我那客人他是過年 然後他打麻將 然後他就打給我 他說 你家是不是有一台什麼車 我就跟他講 他說那你再折個多少錢給我 我可以跟你買 我不用看車 你直接送上來 還有這種事 那當然有影片之後 後續的客人 他們就會覺得說 有一個範例在 嗯 那我可能沒有辦法下去 那我用相同的方式 可是坦白講 做外送蠻累的 累不是說我要開車 而是我在前端要先去確認車子有沒有傷 要溝通好 對變成是用小跳石 我要自己拍照去給客人看說 欸我現在錢保感有這一個 那你要先確定好 你可不可以接受 有先看車跟沒先看車差別就來這邊 欸我也很感謝你那一天有訂 因為你那一天晚上 欸我同事有一個客人 啊也是看到這一台 雖然說是做個人業績啦 只是還是有一些倫理道德 就是我知道你目前正在談 那我就先不干涉 昨天他已經知道我今天要送車了 嗯 他昨天還問我說你客人穩嗎 會不會退車 我說我明天都要送上去都貨物完了 他說真的沒機會了嗎 因為這個找不到啊 找不到啊真的找不到 我們說還是推看看餓的 我們餓餓的很像沒有什麼人 餓餓的你們拍得好像很爛的那感覺 其實真的有差 他的內裝的脾胃 這個就沒有那個 就沒有味道 對什麼味道 就沒有什麼脾胃 我那時候去看Focus Wagon 我很喜歡Focus Wagon Focus Wagon更大吧 對 而且他有腳低尾 他怎麼沒有買 對啊 跟同事人聊天他說 你確定福特的後勤 你可以相信嗎 就是陀山綠啦 陀山綠 可是我坦白講 他滿值得的啊 就是他的科技配備 CP值 他Level 2真的好用 對 Focus我就有去開 他就是跟O系車很像了啦 可是他座位空間就比較小 他們本來就不是坐空間的車子 對啊 除非說像買到Mondel 然後 因為我一直想要不要去換成我那一個 我覺得可以換啦 因為第一個原廠畫質沒有相對那麼好 而且他有一個好處是 你今天如果說你晚上開國道 後方開遠燈 你這邊不會受到影響 對他自己幫你濾光 很重 滿重 氣座都很重 OK 欸他的很好裝 那你的 那時候 笨第一胎買錯 我買到那種就是 只能固定向的 他這個是360旋轉 可以轉 你也不能轉 好OK 那就是後續有任何車輛裝 你再跟我隨時跟我說 OK 非常感謝 謝謝你 就先把你的i車帶走了 好 沒有換新的i車 我們現在人在西羅 有點回到環島那一天的感覺 還好我們回來的時候 雨也沒有很大 據我們可靠憲民告知啦 嘉義以南比較風雨大一點 搞不清楚好像已經開始在下了 對他們已經做好房台準備了 那我們也今天也順利交車 其實車主他也很擔心我們的安全 所以他也一直在提醒說 假的真的不行那就不要 只是說 Venue的空間對他們目前來說實在不夠用 他比較過 他也很喜歡這台Centra 就剛好這麼幸運 因為我們剛才在影片裡面有講到 原本是看22年的 對啊 財務大臣一直砍他預算 就他老婆 對原本說貼20萬的話 一直減少一直減少 還好啦就是 他沒有衝動決定 也有找到自己喜歡的車子 這樣就可以了 對阿他的愛車也交給我們 其實他也使用很少 他是 順便介紹一下 這台是2020年的Venue GLC 就是最頂規雙色版本 然後他自己本身 在原廠還有加選環景跟盲點偵測 再外加一個抬頭顯示器 車子都沒什麼問題 因為他也跑少 三年開一萬多 沒什麼在開阿 對啊 因為他自己工作的地點 好像就離他不遠 也都有尋過車子耶 全車都是原版件 然後也都沒有烤漆 對啊 我剛才看外觀也沒有上 他唯一一個粗保 就是他的輪胎砸到頂子 或原廠換了一顆 那如果對這台車有興趣的話 記得關注我們的官網 可能在近期內會上架 對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按讚 然後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要外送的話 可以找小宇 找我們公司都可以 我們的業務素質都很高 如果有車輛需求都可以找我們 別忘記追蹤我們的粉絲團 下一次外送到你家 不知道什麼時候見 掰掰 掰掰